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将10月份的profit把它take掉 3-5%的调整也算合理 NASDAQ还是呈现在非常有利的5000点以上 这也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华尔街的焦点当然在retailers retailer有一点疲乱 Walmart百货公司业的老大Macy 业绩都并不佳 华尔街的另一个焦点就是Silicon Valley的合并风 在两个月前 我们在Silicon Valley看到的一波又一波的裁员风后面的动力 就是一个合并风 从Avergore跟Blockham合并 进一步我们又看到WD跟Sandis要合并 一两个礼拜前 就是背后的这家公司Lam Research 要跟KLAC Tencore合并 这华尔街也并不意外 但是也非常的欢迎 Lam Research这是IC产业Walfer Equipment的上游公司 跟一个提供它Solution的KLAC合并 这也make sense 况且KLAC跟Tencore在上一世纪合并 也是有一个美好的传统 所以当Lam Research上游公司 跟它提供Solution的Tencore合并 市场也一样的欢迎 这一笔的交易 有11 billion dollar 110亿美元的合并 所以华尔街也乐于见到 因为这是一个新的投资资金的注入 新的人才的注入 新的投资的注入 当然就有新的策略 新的创新 Silicon Valley就是以创新闻名 所以当然有合并 就有新的创新 能够带给Silicon Valley 更加的活泼 跟有动力的经济的 跟产业的生气 知怀人的话语 就是你要保持你心意更新而变化 保持一个活泼的心 在复杂经济产业的困境当中 才有活泼的动力 有出路 才能够更加的出色 免得你出局了 还会欠好友钱 从美国的Silicon Valley的心脏 Land Research Headquarters 跟大家来报道 世界焦点财经 我们下次见